小羊点心铺 开饭啰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忠道 哎哟哎哟 羊老板 我的肚子好沉 好难受哦 你还好吗智慧欧姆蛋 吃太多了吗 哎哟 是啊 我中午吃了十盘欧姆蛋 十盘这么多 你很饿吗 不是啦 是因为朋友中有人说自己超会吃 一餐可以吃六盘欧姆蛋 我就说我一餐可以吃十盘 他们不相信 就说如果我赢了 就帮我背书包一周 然后我就吃吃吃 吃吃吃吃 吃到肚子快撑破了啦 嗯 我现在好想吐哦 哎哟 智慧欧姆蛋 你太夸张了啦 要不要出去走走 散步消化一下啊 哎哟 我现在实在没办法 好难受啦 圣经上说 我们要自己看自己合乎中道 就是别高估或低估 不然就会像你今天一样 为了要证明自己的厉害 硬要塞下那些欧姆蛋 结果让自己不舒服 还可能因此生病啊 好啦好啦 楊老板 我知道了 下次不会再这样了 嗯 嘿嘿 楊老板悄悄话 亲爱的小朋友 我们和兄弟姐妹 或是朋友 会不会常常比来比去 看谁厉害 谁比较好 天父告诉我们 当你觉得自己 什么都比别人好时 就是太骄傲 相反的 如果常常觉得自己不好 又把自己看得太差了 我们要如何看待自己呢 其实需要从上帝的角度来看 学习欣赏别人的好 又看重自己的价值 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上帝 读他的话 神明就能更合乎上帝的心意 走在他的道路上哦 愿我们再一起来背诵这段经文吧 罗马书十二章三节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 对你们个人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中道 罗马书十二章三节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 对你们个人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中道 你都记住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用这段经文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想要更认识你 透过你的教导 来看到自己的特别和美好 透过你的话语 看见别人的优点 谦卑学习 让我成为合你心意的孩子 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